1 稍貨 稍貨 稍貨搜查線 我是麗珊 我是張傑 歡迎收看 稍貨搜查線 你在什麼動作 你在東京 現在在東京 我在台北 你在台北 對啊 那怎麼回東京 平行時空 你要幹嘛 平行時空 平行時空 我們現在在 夢幻視覺 光雕系的展覽 光雕 有沒有聽過光雕 有啊 就是像 福祿豪 福祿豪 新北歡樂耶誕城 都會投在那個 耶誕樹上面 對啊 還有咧 大概就這樣 你知道東京 一直在科技上面 領先我們蠻多的嗎 真的 他們到處街景 都有光雕 這麼酷 而且你現在 像現在暑假是 去東京旺季 你知道嗎 去日本旺季 因為大家都要去看 花火節 但是在現在 科技發達時候 光雕已經有六大展覽 都在東京展了 真的 而且超強的團隊 Naked 日本的團隊 對 然後他們竟然 海外第一檔展覽 選擇在台北 怎麼這麼榮幸啊 謝謝你們的選擇 真的 要看這展覽 介紹個人 給你認識 一定要 我要看最精細的 最仔細的 對 不要以為 這個展覽只有光影而已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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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十米 一百米了 這麼深 好 我們來請來我們導覽人 叙叙 歡迎叙叙 這邊請 來 謝謝大家來到光影東京 那 我們到了 準備要到東京去玩囉 那在東京之前 可能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Naked這間公司 那其實 Naked本身是在 日本目前非常有名的 一個 創意藝術公司 對 那今天其實我們只是把 藝術 極為都市 都市極為藝術的概念 融合在這個展場裡面 所以我們等一下到展區裡面 就會大概有瞬間 到了東京去旅遊的感覺 樂樓 要穿樂樓 我們到歌舞基丁了 上面很多 這個扛棒對不對 好多招牌 這裡拍照一定超美的喔 然後它的扛棒 有一些是投射的 然後有一些又是 燈箱吧 燈箱 所以你在這邊會看到 有一些是燈箱 然後有一些是投影的方式 去做呈現 另外這邊特別的地方 你是看到 好多人喔 上面會有非常多的人 好多人喔 其實就是為了呈現一個 空間感 是消費者 大家進到的後階 像其實都會想要 去看一下人家家裡面 在做什麼 像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區域 它其實就是 新宿 那新宿本身其實是一個 就是不斷的加班 加班 工作的地方 對 所以在新宿 你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建築物 那在這邊說的投影 就是我們所謂的光雕投影 那光雕投影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在這個面上面 其實不是用一台投影機去操作 它必須可能要用到三到四台 去補足不同面向的畫面的範圍 對 那你現在看到的第一個畫面 現在是新宿的清晨 所以你來看到 天亮啦 天亮啦 還沒有燈 還有一些電車啊 然後準備 然後大家準備要通勤了 所以會有非常多的人 等一下開始出現天空亮了 然後準備要上班了 會有非常非常多 我擁擠了上班族的畫面 這邊是 差不多到晚上了 像通常我們來看展 逛展覽 我們最怕碰到展覽的東西 那 這 可以摸嗎 還是可以看嗎 全部都可以摸 所以裡面主要是 大家如果到了 不管是新宿 或是在台灣 其實你都會好奇 晚上加班的人 到底在大樓裡面做什麼 對 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其實這邊做了一個 穿透大樓 所以當你把手 放在這個牆壁上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做 電車 有耶 你看到裡面的人 好像在開會耶 換名片 換名片 換名片之類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我其實大家對於 心裡的一個想像說 究竟大樓裡面能在幹嘛 所以我們這邊有做了一個 整片的穿透大樓 所以我們其實把手 拿到身體上面 就可以看到畫面上面的東西 我看到可憐的吉他手了 這吉他手 我看到了 大家來到第二個場景 其實是圓樹 對 那圓樹就是它其實跟 剛剛的星數有非常大不同 是圓樹本身就是一個 少女星噴巴的地方 有沒有噴了 對 要噴了 噴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其實 圓樹這個作品 當初在東京是沒有展出的 這邊有互動 這邊有互動的可以玩 有看到我耶 你們有看到我嗎 那你有發現嗎 這水果可以接耶 每一個人進來的時候 你們會幻化成不同的卡通人物角色 所以想 我是貓 章節就是貓 對 我是兔子 欸 這個水果可以打耶 這是糖果槍 糖果槍 對 糖果魚會下在你的身上 下在你的椅子上面 那你可以用你的手去接到你的糖果魚 那糖果魚本身就會彈開你的身上 對 我以為上面會有糖果掉下來耶 這麼實際 而且我覺得窗戶裡面的人都好好玩喔 我覺得既然大家今天是到了東京來玩 那應該就是要可以吃吃喝的 對 所以我們這個展覽比較特別是我們有特別讓大家 在整個展區裡面都可以去吃到東西 甚至就是可以吃吃喝滿滿 去符合一個瞬間來到東京玩 欸要不要點一個 點一個還是要不要吃一個 這邊 欸只有賣這個嗎 夢幻冰淇淋聖代 夢幻冰淇淋聖代 我要一個 這邊非常的 超可愛 超可愛 冰淇淋上面呢 也都有看自己的 有眼睛 對 那就是賦予它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就是其實連冰淇淋上面都有 謝謝 然後我們的冰淇淋聖代其實是 特別就是 日本Naked團隊 位於台灣的民眾所設定的 它還滿可愛的 那在這個展覽空間裡面 其實你都可以拿著冰淇淋 然後在整個展區裡面吃吃喝喝啊 那可以拍照 對 然後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請給你們 耶 我現在已經到西門町了 其實我剛才是少女區 現在已經變西門區了 我也是 前面你在畫什麼呢 我要寫一個LOV 但是沒有空間了 所以是要碰到才會寫出來嗎 然後這邊看到的畫面 它其實是 就是我們到了 快到了澀谷石路口之前的塗鴉牆 對 那這邊比較特別是 它其實是模擬塗鴉的效果 對 所以看到就是 當你手放在這個塗鴉牆上面的時候 你會聽到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這邊呢 其實它是用了三顆雷射的 Sensor感應器去做感應 然後要提醒大家就是 大家喜歡拍照嗎 那我們的塗鴉牆 每40秒會重新更新一次 所以大家要想看 在30秒之內想出你要畫什麼東西 畫完之後呢 要花10秒的時間趕快去做拍照 那現在我們出的地方是 澀谷石製路口 對 那其實是一個全世界人流量跟車流這樣 最大的一個石製路口 對 那在這邊其實我們用了將近快 3台的投影機 然後以及用了大概快20台的LED螢幕 就為了呈現就是 我們在澀谷石製路口 其實最常被什麼東西包吻 就是 風廣多的廣告 對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廣告看板 呈現在這個畫面裡面 那另外我們這邊會打造出來就是 紅燈是車輛在走 然後你會看到 藍燈是行人在走 對 那當然最後最後還會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彩蛋是 那不是綠燈是藍燈 在日本是藍燈 對 日本是藍燈 因為你來到東京了嘛 所以你在東京 對 要開始嗎 藍燈了 好 藍燈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一個 全場連動的畫面 然後目前我們所在的位置就是 可以看到整個展區裡面 大部分連動 我們來期待一下 鏡頭可以帶一下我們周邊 現在有點煩心的感覺 現在有點煩心的感覺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 很像雪花紛飛的特效 其實在投影裡面不太會做實用 是因為呢 雪花的亮點要去做龍街的時候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對 我懂可能是要寫很麻煩的程式語言 對 非常非常麻煩 而且要對 就是會對投影 會對到天荒地老 對 那因為Naked想要呈現給台灣的 是一個比較 一個完整性非常高的展覽 所以在這一次的全場連動裡面 其實我們用了這個技巧在裡面 對 那這些動畫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 這個動畫其實我們有 將近快十個CG動畫師 來台灣住了一個月 對 只為了否台灣場景出現嗎 對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動畫 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把它做出來 我的媽呀 那當然這個月就是 我們不斷的二十四小時工作 才能夠呈現給大家現在看到 這麼美輪美奮的 夢幻視覺系的旅程 好 日本人比較愛強調的四季出來了 對 春夏秋冬 所以在全場連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就是有 東京各個場域期間限定的場景畫面 那另外呢 在這個過場之後呢 會看到的是屬於台灣專屬的 投影演出 好 所以現在又回到 招牌 東京招牌 對 然後所以透過數位化的過程之後 等一下你會看到整個場域 會變成台灣 那其實這也是呼應的就是 剛剛入場的時候 就是Naked想要帶給大家的是 都市極為藝術 然後每一個都市之間 其實都有相同的藝術的DNA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類似的地方 讓大家發現說 原來在東京的這個場景 跟台灣的某一些地方 是很相近的 所以這次就是東京跟台灣配對的嘛 對 當然就是場地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彩蛋 然後我覺得大家如果帶到東京 RC可能需要多留一點時間 對 因為畢竟 一般台灣的展覽可能 你一個小時就可以逛了 對 但你會發現就是 就是在東京RC裡面 大部分人都會看個兩個小時左右 對 你看看我們旁邊就是天燈要起來了 天燈滿滿的整個會場都是天燈 而且這個角度是最好的 可以看到 特哥我們剛剛放過的時候 阿 台灣要出來了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就是西門町的六號出口 那你現在可以幫我站到後面的那個 九份 九份 哇是不是太美了吧 而且剛九份出來的時候 超像機器人動畫的 然後在正常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人在展區裡面 大概20分鐘 會坐在台場上面 其實就是為了等九份的出現 喔 這是以前的地圖吧 古地圖耶 那這邊其實會呈現的是東京的鳥看圖 那這邊我們希望呈現給消費者的是 東京都的過去 現在以及未來 欸 對 所以剛好現在張姐所站的畫面 其實是過去東京都開發的各個場景的區域放 喔它會越來越先進了 它會越來越先進 然後一直到現在的2018年 欸現在澀谷這邊是漫畫區 觀眾朋友都說好像不錯很好玩 而且最建議來的時段是 平日的早上 不要假日來喔 假日真的人超多的 你要拍照你都會一直拍到路人 欸 踩真的 踩了 踩了 有 你有看到嗎 撞生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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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很漫畫耶 欸 沒了嗎 還有嗎 欸 沒了 好 而且它這裡漫畫不是 它就是用撞生池去形容那種漫畫感 喔 不是 真的有 而且就是在日本文化裡面啊 就是漫畫也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對 那所以我們有特別把漫畫世界放到的社群師 就是這個場景公司來做呈現 就可以呈現一個就是大家被漫畫世界所包圍的空間感 對 所以這邊其實也是一個愛區拍照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所以這個鋼彈大概是多高 這一座 這一座鋼彈大概有差不多三米到四米的高度 那另外如同張姐剛剛提到的 其實整個場景裡面大概用了將近快六十顆的喇叭 對 那其實這六十顆喇叭會用這麼多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配合所有的演出的畫面去做呈現 所以你會看到當商蛋這邊在投影的時候呢 原本剛剛在平海區這邊的飛機的喇叭 其實聲音就會停掉 對 那這也是整個場景裡面很大很大的細節 那我們也是可以希望透過一個完整空間感的概念去呈現整個演出的畫面 哇 這才是光雕啊 可以拍MV啦 跟一般的光影不太光影秀不一樣 不一樣 它就是有雕刻的概念在裡面啊 對 雕刻 完全雕刻 這次該不會是什麼櫻花之類的吧 現在大家來到的是上演區 那上演區其實本身呈現的就是上演的夜鷹 然後以及東京的傳統文化影術 對 所以你可以在我看到就是我們現在展演各位的頭頂上這邊 頭頂上面 櫻花樹 那其實櫻花樹也是 赤枝百萬單張的 這個要百萬 這個看起來是紙耶 這個看起來不用百萬啊 看起來是紙耶 因為看起來這個沒什麼叫 啊 有細節耶 有細節耶 對 還有非常大的細節 例如你們現在看到上面的櫻花 其實是用擂射切割的方式去做呈現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細節其實很細很細 一般台灣人在做花材 它其實會是一個用切割的方式 刀模 用刀模切割 一刀一刀可能一次下去可以好幾萬 好幾千片的櫻花花樹會出現 可是因為它本身是用很像線的方式 線稿的方式去呈現它的櫻花的發展 那因為用線稿的方式呈現 就必須要用雷射切割的方式 一張一張幾個切 天啊 一張一張切 這個面部跟這個大小 在台灣的印刷層 這邊出過的價錢要超過三百萬 超過三百萬就這樣 我的媽呀 我知道 因為它要那麼細 是因為它不想要有太多影子 它其實沒什麼影子 對 其實會這麼細的原因 是因為它必須是一個投影的界 這邊就是在線那個嘛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 當初咱們的樣貌嘛 對 這不會是池塘吧 好 因為如果大家可能在 剛剛的歷史牆壁上面有看到 其實東京國立博物館當初的演出 其實前面是有一個很大的集合 那為了呈現一個完整的空間感 這一次在這張裡面 我們特別找到了一個 十二米長的東京國立的模型 之外我們在地上還做了 就是池塘的投影 那這細節細道 你可以看到其實在池塘的投影上面 還可以看到上面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 國影畫面的道文 那這個演出其實是在 原本在東京 就是除了東京國立博物館演出過之外 我們當初在東京的東京阿拉斯里 展出也有展出過 所以它的畫面 就是整個棍國桿只有我們 台北展出的三分之 那我們出購逛周邊商品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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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周邊商品 因為台灣人 逛往美術館之後 最重要的就是要去買 這次你如果來光雕展的話 你用IG 然後你hashtag光雕展 你的照片會在日本的官網上出現 這裡最有趣的 歐彌劑區是 它其實商品沒有固定 這批進什麼就是什麼 所以日本來的 都日本來的 原汁原味 對 這樣很符合這個展覽的概念 強烈的建議不要假日來 不要假日來 因為這裡只開到晚上六點 對 六點 然後如果你白天有空的人 平日白天來可以好好的享受 展覽給你的東西 然後你又可以拍拍照 人也比較少 對 然後展覽是到9月16號嘛對不對 對 9月16號 然後椅子都在華山這裡 然後門票的話是 350 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優惠資訊 其實本來大家都說 這只是一個網美的展覽 其實它是非常有深度的 有深度的 我們就繼續把深度帶給你們 我們是深度網美 好啦 先謝謝大家照看 還有那個啊 你要提醒大家訂閱我們頻道啊 好 那大家還別忘了要訂閱我們 SUNNET TV的YouTube頻道 訂閱一下 SUNNET TV 不僅有運動 還給你心靈的享受 燒貨都報給你知道啦 夠燒的東西找我們吧 都找我們 那歡迎你們來TOKYO ARS CITY 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 不集中 你是認為是燒貨嗎 所有你認為最酷炫 最好玩 最好吃 通通告訴我們 快寫信給我們吧